這個夾子應該還有吧 將鋁箔紙小心貼上 要準備更有層次的創作 雖然複雜的手工又細 不過從接觸奇異的創作之後 學員們就愛上這項工藝技術 尤其現在接訂單 對他們更是一大挑戰 因為天氣的關係嘛 沒辦法說 像平常的那種自然的那種乾 所以我們只好就是用這樣給它泡上溫暖 我們就是要鋪了幾層報紙上來 然後在報紙上面灑上熱水 然後作品擺上去 然後老師還要再加上電軟器 讓它保持適度還要有溫度 彰化生活美學館為了福祉產業發展 因此開設七七研習班 並往文化創意的發向來做發揮 希望以新的創意思維 將傳統工藝技術傳承下去 中西生活美學學會 這一次成門我們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來扶植我們 讓我們能夠開這個七七的班 然後也我們七七大師 我們黃麗鼠老師 願意來傳授我們這個七公益 讓我們社區的這些好朋友們 都能夠來接觸七的美 這是讓我們覺得說 原來七是這麼的美好 然後讓我們大家 每一位學員 一來進來學了這個七七 讓我們愛上了它 七公益技術是現內傳統的重要文化 對於技術上的傳承 議員也認為縣府等相關單位 應多加重視及推廣 讓七公益產業更加蓬勃發展 將我們的七七可以發揚光大 讓我們可以成為一個特色產業 讓我們從中學習 能夠學習一技之長 讓我們可以得到七七的這些相關技術 然後形成產業 做一個藝術品 一個美感 讓我們年輕人從中學習創業 然後得到一個特色 當中許多作品 都能看到學員們的創意 而手工製作 讓每一件作品 都是最特殊的 指導老師也認為 如何搭配在地文化和特色 提升創作的附加價值 讓文創能夠真正發揮效益 更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讓藝術可以更生活化 民意新聞 莊某軍 草屯長老八道 的資料 我可以做到 這次你能夠別的資料 你能夠做得到